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自红军时期以来,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了贯彻官兵平等的政策,一直没有实行军衔制。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,为了军队的长期建设,1955年中国开始实行军衔制,共受了10位元帅、10位大将、55位上将、175位中将以及802位少将。 新中国的成立是许多革命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,如果要严格算起来,能够授予将帅军衔的怎么可能才1052位呢? 其中更是有许多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为了祖国的建设,与寿贤失之交臂,其中有一位曾还是兵团司令员。 程子华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,1925年便参加革命,曾荣马一生功勋卓著,历经了长征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。 他在1926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随后受党组织的委派,弃笔投荣,考取了黄埔武汉分校,之后又参加了红军的反围剿斗争,先后担任团长、施政委、施政委、军参谋长等职位。 抗日战争时期,先后在冀中地区担任了党委书记、军区政委、军区司令员等等,不但领导根据地的军民粉碎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扫荡,还扩大了根据地,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发展。 在解放战争时期,他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东北局部委员、分局书记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位,并于1948年参加了辽省战役,指挥了著名的塔山祖籍战,保证了我军在锦州的胜利。 随后任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率军入关,就在新中国成立前,他调任山西,任省委书记、省委主席,从此便告别了他的戎马生涯,开始专任文职,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去了。 由于授贤时规定文职干部不能参与,因此程子华便与授贤失之交臂,一生都未拥有军衔,尽管如此,他依然是人们心中的开国将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